今天是2019年11月11日 也就是说双十一中国大陆著名的购物节 看看双差的双十一人到底有多少记录一下 我估计应该人气少了很多 比起前几年双差也好向网络购物双十一的模式 打折促销什么的 那时候刚开始搞人气爆满 现在估计大多数人还是回归于网络的双十一 双差上的双十一购物促销节 人气大不如前 我估计是这样的 以视频为止啊 哎呦 古来没啥人气啊 看就这么紧了 天呐 再来看一下猪肉的价格 带皮皮刀三十四块六 每五百克美金了 十一块八 大9 茄牌 嘴牌 带肉茄肚 二十四块 三十块 裂牌二十五块版 解冻的 Cathy 带皮搭牌二十四块 三十四块 二十八块 带皮可以有竞争牌 猪肉,骨头,27块8,13块8,带皮前腿,价格缺约基本上在20块到40块之间,也就是说30是上下,不懂,价格还在高位, 再来看一下猪肉的价格,带皮皮帕,34块6,每500克美金,11块8,铁牌,带肉铁牌,4块30块, 内牌25块8,解冻了,带皮大牌,34块,28块,带皮头铁牌,猪肉骨头,27块8,13块8,带皮前腿, 价格缺约基本上在20块到40块之间,也就是说30是上下,不懂,价格还在高位, 在公司特质量的卷量,卷量铁牌,3块加얼5克,9块9,11块4克,4钢14总G1,35克1,149,13块9, fique 猪肉虎腿肠 9.9 石缸 40克 石缸14.1 35克石缸9.9 13.9